科展奇迹 星星巨龙 3 2 1 请启动 在教育部次长林明玉 金融市副次长邱佩玲 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火星 及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等人共同启动下 宣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7月24号起在金融市盛大登场 这次金融市睽违35年后再次主办全国科展 金融市副次长邱佩玲说 金融市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全国对科展有兴趣的大小朋友 一起来金融参与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场大型科学圣宴 在35年以后轮到金融可以再拜 那我觉得很感动是我们教育处跟所有单位协调 包括海科馆 海洋大学还有很多企业主 让每一个人愿意来金融看这么棒的展览 去年在新北拜 那我们很希望这一棒接到我们 我们让每个人更喜欢金融 也看到科学展的真正意思 教育部市长林明玉也邀请国人到金融享受一场科学之旅 同时感谢金融市长与副市长对教育的支持 中央地方共同合作来推动教育建设 金融当然是我们部里面有特别支持一个海洋科学馆 是一个最新的地标 那对于海洋科技 对于相关的科学方面 大众科学的普知 推广都有很大的注意 那当然金融市政府各级学校都非常认真 尤其是市长副市长对教育非常支持 我非常的感谢中央地方协力来推动教育建设 科教馆馆长刘火钦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 全国科展在台湾头首度恢复实体举办意义非凡 除了让科展活动与夏季旅游结合 兼具休闲与教育功能 金融市近年来在科展的表现也印证 鼓励学生借由实作探究学习的成果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 这场位于海洋大学娱乐馆连续七天的科学盛会 包括22线市的参展作品竞赛 一般民众参加了54个闯关摊位 4个主题馆 首座教室工作坊 及科教馆行动科学巡回车展示的科学教育博览会 金融市政府也特别推出 结合金融海洋文化历史与科技探索的科学之旅 期盼让各县市参展资深实际体验金融之美 在围棋 我们从7月24号一直到7月30号 我们这么长的时段里面除了有大师的开讲 我们本来的科展活动 我们有那个科展之业 那同时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各县市都可以彼此的交流 那最重要的也是邀请各县市 来到金融比赛就看看我们金融的美 留住我们金融的眼之后呢 可以在未来为我们的金融 可以把我们的承办的诚意 还有我们这次办理的荣幸 然后跟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所有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最重要的也让各县市看到我们金融 你好厉害可以飘出来耶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会现场还有金融市国教辅导团 摆摊邀请大小朋友 透过观察与实际动手座体验科学魅力 包括海洋团的油恐虫大揭秘 自然团的达文西飞行器解密 及科技团的水晶摇摇等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排队等着体验 好玩又有教育意义 很获家长学童肯定 很棒啊 而且他们会静下心来去 真的去看那个就是显微镜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是安静很久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知道他是尸体之后就觉得不漂亮 以前有看过吗 以前还没有 觉得好不好 好玩 我会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多让小朋友多接触 科学薪资 对小朋友算是不错的活动 基隆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国各县市的参展作品 在经过竞赛评审后 将于7月28号起开放展览 欢迎博人活动期间 到基隆来一趟丰富有趣的科学之旅 体验基隆在地的热情与活力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福大跌 布莱赣 谢谢大家